字式产权和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例如衣物上的商标 智能电话里面的专利 原创的音乐和电影的版权 和产品的独特外观设计等等 都是字式产权来的 尊重和保护字式产权 可以保障创作者的权利 以及他们应得的回报 从而鼓励创作 电脑软件、智能电话应用程式 及在互联网上流通的各种原创作品 都受到版权保护 以电子产品 例如电脑或智能电话 获取和使用版权作品的时间 应该注意是否已取得 版权拥有型的同意 和使用作品的条款 互联网上有不少侵权陷阱 互联网上有不少侵权陷阱 例如美其名为分享的上载或下载行为 当中可能涉及複製版权作品 或向公众提供複製品 除非这些行为 属于版权条例下所允许的作为 否则任何人在未获得版权拥有型的特许 上载或下载这些版权作品 都可能会侵犯版权 一些版权拥有人 为了确保以电子形式分发的作品 是以获授权的情况下使用 它会用上不同的科技措施去保护版权 例如防止复制措施 或传取控制措施 互联网和电子产品的使用者 应该尊重版权拥有人的权利 不应该使用或分享规避器件或服务 或其他规避这些措施的方法 香港有完善的法制保护各种知识产权 例如版权条例、商标条例、专利条例等等 侵犯人士除了有机会要负上民事责任之外 亦可能要负上刑事责任 法例在网上和现实世界同样适用 即使未及18岁也同样要负法律责任 家长可以和子女多点沟通 去了解子女使用电脑和电子产品的习惯和疑惑 例如注意安装在电脑的软件 以及储存在电脑和电子产品的歌曲或电影 是否随版权拥有人授权的途径获得 如果发现有潜在的侵权行为 应该深入了解 教导子女恰当地运用网上资源 灌输尊重知识产权的价值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